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十四通了解台湾飲食文化 李宗盛 我是姨夫 很高興 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大家看 姨夫你最近是怎样 都这样画得真正好吃好聊的 这个我给各位说 为什么要画这样 因为我们一般人 尤其是很多 我这些文人的作家 他们说出质 他们如果画都是用那种 水墨的感觉 但是我是以前小孩的时候 受到西化训练 所以我对到这个 画这个食物里面的东西 我都想要画画得很好吃 为什么要画得很好吃 因为每一种的材质 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条件 比如说鳗鱼饭 要怎么画出鳗鱼的感觉 比如说芝麻梅 要怎么画出芝麻的感觉 比如说这里有寿司 还有海鱼饭 还有小笼包 丁丁 然后要画得让他这样 看他都这样 让人一直在那里嘴囊 有人就会说 阿姨夫 你画这些东西 你画这些食物 到底你是准备要做美食家吗 我说不是 我不是美食家 我也不是做质食桶 质食桶就是台语 美食家的意思 为什么呢 我不是要做美食家的技术 我画这些因素文化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 希望我们台湾人可以套位 到音色的文化 我们就知道了解到 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 是这样的 因为名以食为天 我们有很多用威 都是由着这个音色来的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鱼饭 鱼饭这个东西 很多人要知道 什么鱼饭跟正成功 什么说正成功鱼 来到台湾之后 人家中到这个鱼 虱目鱼 拿给正成功吃 正成功吃到这个虱目鱼 然后总说 这个鱼这么好吃 什么鱼啊 这是一个笑话 你想想 第二个就是在日本大人 鱼全世界都在东南原来 他才会去北京 他怎么可能说什么鱼 再变成虱目鱼 这是后来他就说一说 我们台南市政府 大家在自己 在自己设算团阅 要说这个故事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故事中来 我会在节目里面好好说 但是今天我们先来说的是春卷 春卷 营义春卷叫Spring Roll 这就是我画的春卷 春卷里面很多 所以你若是在外国 现在外国人最简单吃的东华料理内 在裡面當然春捲就是其中一種 不過在外面說 最簡單就是春捲起來 把寶寶都放進去 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當然它是一種 我們說的素食 Fast food 素食 簡單用 為什麼有春捲呢 當然在他們中國 有說很多故事 比如說前往 你跟前往要拜祖先 你要拜祖先 你用這些 你要準備什麼山生 什麼舞陽 什麼一大堆 要去拜 這個時候呢 你就發現說 這樣很麻煩 為了要走路 你要拜祖先 最快的就是 要包包的 拜拜 跟他們趕快來吃 所以這個叫春捲 是這樣啦 但是在這個春捲 也把東西包起來 大部分都是叫做春捲 比如說我們還有一種東西 叫做雞捲 雞捲 雞捲 各位知道嗎 大部分都跟人家說雞捲 其實雞捲是錯的 為什麼叫做雞捲 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我就問人家說 一張問的 雞捲怎麼沒有雞 那時候說 想想說 沒有雞 我說沒有雞是怎麼叫雞捲 他說對齁 沒有雞是怎麼叫雞捲 這個東西呢 不然我為了要研究這個 還有在中國看 中國有一個石碼的地方 叫做石碼捲 就是把雞捲的東西把它捲起來 叫做雞捲 就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東西 後來它就開始變化 後來譬如說 它到了雞捲 它就變成什麼 變成五香捲 五香捲呢 它就規定說 五香捲要切成五段 裡面包五種東西 這樣就是變成 本來是一個 簡簡單的 合作給予的東西 但是因為它經過了變化 所以它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 它就合作說 合作這個 五香捲 五香捲 現在你要吃 也是還有 台北市也有 就是建城圓房附近那裡 那幾間 建城圓房說到那個 我就很受氣 把我拆掉了 拆到海外 我現在一間一間在那裡蒸 但是這個春捲 來到這個蝦門 各位 你要去到蝦門的人 你注意看 蝦門也有人在那裡賣這個春捲 但是他們說什麼 可以說 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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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門人說話 跟我們台灣人比較有什麼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蝦泉粉嬰 跟我們台灣來這裡也是蝦泉粉嬰 但是到台灣來 沒有拚 過了就是一個海獄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九九金門而已 九金門在中間 那是非常輕的 你看看林義夫 末甲籃球 就可以收過 跟蝦金門收到蝦門 但是在金門 它就變成 說什麼名 你如果是金門人 你會知道 他說我做蝦蝦 蝦蝦蝦就是蝦的動作 叫做蝦蝦 但是金門人很聰明 金門人就說 這蝦蝦就是 不要用X4的式 用什麼 1 2 3 4 5 6 7 就7 這樣大家比較好記 外來再說一個故事 說這個春捲就是金門人發明的 好厲害 來到台灣的時候 有 你如果是去到建城沿海的附近 我怎麼說過 叫做什麼 叫做輪廳 所以這家是不是 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 它因為環境不一樣 雖然是從中國來的 但是沒有變成我們的東西 我現在先說 我呢 曾經呢 因為這個建城沿海的地方 跳跳 所以我四處就要來找 我要吃的那個 那一味這個 我們說輪廳 把它放起來 叫做輪廳狗 那間呢 以前我買了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呢 全門在賣這味 我們來看那邊 原品北路 一碗啦 八十年六兩塊 泡 掛包 輪廳燒賣喔 好不好 老婆的輪廳是過年的時候吃 南部的輪廳是清明的時候在吃 老婆的輪廳是大美 南部的輪廳是大愛 我這個燙的 好 它比較燙嘛 嗯 南部的燙 這樣 弄完再買回去 南部的燙 南部的燙 現在是怎麼整天燙梯都有 還是我們一天還要做燙的 這肉不是可以 因為大家吃的習慣 習慣了嘛 習慣了 習慣了 所以你們還是做 輪廳還是做濕的 你是叫輪廳還是補廳 蛤 蛤蜊跟新加坡 都贏了這個火鍋 對 你們 我們都教了 輪廳 輪廳 對啊 所以我們來到台灣 輪廳是薑酒的工法 這是海苔粉 這是蒜蘇 這是魚松 因為廈門靠海 所以它取決 取的材料幾乎都是海鮮類 所以你們主些是從廈門來嗎 柏海 柏海那裡來喔 是這樣喔 蛤蜊 了解 就是 早期是在那個 大廈門那個 那裡 蛤蜊 後來 圓環行程的時候 就是 大家去检蘇 然後才 哭泥 大家检蘇是 日本人走後的 還是嗎 還沒 還沒喔 還沒可以检蘇嗎 因為以前那裡是公園 蛤蜊 了解 然後就像現在有很多公園 大家看人桌 就去趕快擺攤 佔酒就變了 是這樣 是這樣 藝環慢慢形成 那是日本警察還沒空嗎 不會 因為都是防昏的時候才可以 大家沒有電視 大家都在那裡聊天下相情 還是在那裡試著 你看 你看看 我為了要做這些研究 又一般 早期他去 然後 早期這個 古的漸層圓環 古的漸層圓環 現在已經 他又 媽圓球一樣拆掉了後 後來還在旁邊再蓋一個 那個就不適合 做我們這種 這種 輪廳、沙漢、這類的嘛 所以慢慢 就沒有人要蓋 現在拆掉了 奇怪呢 好好的一個圓環 本來是在南京小路 這個中文 這樣你把它拆掉 拆掉之後 你把它蓋一邊蓋一個 蓋一蓋 好 證明說那個就不應勁 你把所有人的記憶 都被毀掉了 靠近跟我們人在追究這個政策 跟我們人追究 說你馬英雄就是 你把我們以前的記憶 都被我毀去 有人在追究嗎 也是沒有人在追究 好 那麼剛才我們在這邊裡面 那個人就說 對 有人說那個蝦門 跟東南亞 這個不是叫做輪拼 是叫做補拼 所以我特別呢 就去找那個蝦門 我也去看看 我們來看看 還有些甚麼菜 沒有 我們當年豆 肉 荷仁 牛 蝦 西蘭 白菜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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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是說什麼,說滷 對,蝦蟲的熱情 熱情,蝦蟲的熱情 這個呢? 海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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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菜 蝦蝦 蝦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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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妳的 蝦蝦香 蝦蝦香 蝦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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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香香香 蝦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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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是在蝦蝦蝦 是在樓邊 有人在賣他們說的 叫做布餅 所以你看裡面 也是一樣 有豆豆腐 但是它大部分 都是算淀料 那個料是比較淀的 它這裡 你看它的皮 皮的大部分 做法都一樣 皮就是說 你一定在做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說金門 是為了 說為了擦拳 就是你在擦擦擦的時候 擦擦擦擦擦 這個拳要薄如指張 是說可以透光 可以殺蝦蝦 可以透光 這種餅皮的做法 非常困難 這就是 要注意看 鴦門用的是淀料 那麼到金門用的是 變成什麼 打料 這很深色的 你會問說 是怎麼會 你們 鴦門用淀料 金門用淀料 這還有來玩 比較長這樣 我們就準備 來看一齣金門 如何做 台灣食肚 台灣文化理想改通 我是李夫 我們今天說到的 是在說論拳 這個 剛剛有說 在他們中國的北方 是叫做春泉 來到亞門叫做補拳 來到這個金門說七拳 來到我們台灣說論拳 這樣就是有趣味 也有我們說春拳 春拳 春拳 在這個亞門 剛才我有說過 他們家的是淀料 怎麼到金門呢 是吃什麼 是吃打料 亞門跟金門 非常緊張 兩邊說話都不太一樣 真的嗎 我剛才有說過 這個亞門是 張全混搭的音 跟我們台灣人說的 有一點點 但是跟金門就不一樣 金門是董花 我們說泉州同安 董花的金 他就比如 我很多這些金門的朋友 他會說 路要靠著 比如說 雞頭漁尾 他就說 雞頭漁尾 可能我的音也不太準 但是真心聲 如果說喝咖啡 他就說你要喝咖啡嗎 咖啡是什麼 他說你有咖啡嗎 這才是 這都是由他男人擲回來 也就是說 金門人樂歡喜 他擲回來的疑人 所以他有當時 現在我很多這些金門的朋友 如果說到這個啤酒 他不會親像 我們這裡 我們說 叫做米爐 就是說 學到這個日本人的音 他不是 他說 啤酒 他說啤酒 他說啤酒 對 所以本來一盞 他在說 我在金門朋友說啤酒 我家裡在說什麼 我們現在看的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就是金門 他的作法 他的同樣 他就是要刺拌 刺拌 刺拌裡面包的東西 包括麻辣 麻辣這種的 這都是算打療 共藤 土豆腐 他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是打得比較多 都是打得比較多 為什麼這個藝門 是算跟金門的不一樣 因為藝門這邊 我聽他說是說 是為薑酒來的人 薑酒來的人 薑酒來的人 大部分都是吃淡療 如果是為專酒 再來 這邊的這裡是打療 很多朋友說 薑酒跟專酒 是兩邊 主要你剛才說的靠音 還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我跟你說 薑酒就是跟我們的宜蘭加成 吃胚皮肉糊 我今天 天整個早上我就來春梅 如果想到今天要科技 我就心水水民圍圍圍 這是我們的這個 阿姨人的獎酒Q 不過呢 這個要說回來 就是說這個淵拌 來到台南 又不一樣 台南分做兩天吃 台南吃的 當然 大家比較多 也有人吃淡療 台南這很誇張 你看看 台南在吃 你看看 這就是台南吃的 這個淵拌 原來是大療 但是敗得越來越長 像那樣 玩味在補死這樣 裡面最重要的是 台南裡面有一個味 是包紅帝豆 喔 什麼是紅帝豆 紅帝豆聽說就是 這個淵拌王 聽說是淵拌王 最愛吃的一種豆 其實這種豆 差不多是在青年的時候 它是盛出 盛產期 所以這種豆吃下去 它會口感穿好 顧著看 待會兒拍到一拍 滷滷滷長這樣 穿著 開始吃不用錢 還是怎麼樣 不過因為很多人 主要要吃著這個淵拌 台南從早期以來 就分成兩天吃 一天是青年坐 一天是三日坐 就是大青年跟小青年 這樣的意思 為什麼要分成兩天吃 不用大家都經常做一會 尤其是以前 還有張全瀉豆 什麼 所以就不用同一間吃 分成兩間來吃 這樣大家 兩天來吃 大家才可以說 可以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 所以在台南你看看 吃這些東西 做起來 這樣到我們這裡 又不一樣了 所以很多因素 不管它是從哪裡來 沒有就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們做事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記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有一年去到這個外南 去到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呢 因為越南呢 大部分人都說 越南的河粉很好吃 菲 去到這個外南 大家都吃那個河粉 河粉呢 現在大家說到河粉 通常是這個外南 其實河粉呢 它的做法啦 其實差不多 跟我們 譬如說 我們客家在做的 這種粿 大部分用的彎料 做法差不多啦 但是 我們客家做的 叫做板條 客家人也說 做棉帕板 這棉帕板很久了 就很深色了 棉帕板呢 就是說 它穿上一個毛巾 那棉帕板嘛 棉帕板 我們客家的朋友說 以後你發育都不標準 不然我都會學到這樣嘛 做幾塊這樣 四四角角 再下去 切了 切了一條一條 變成板條 其實河粉跟板條 也是很深 但是春捲有去到外南嗎 有 我去到外南 精為天人 為什麼呢 我的朋友就告訴我 來 我帶你去吃 我們外南的這個春捲 說外南人會好做春捲 他說當然 你這裡的文化 中間的文化 團團團團團團 團團到外南 外南現在人 開始也會好做 掛著去看 在裡面這裡 叫我怕一條 它這個春捲 不是單一條一條兩條而已 好 那個春捲做得會怕死人 它的東西 它的品項非常多 做出來 這樣 去我想一件事 我們去到日本 日本人有做很多廚師 這廚師 它就這樣 一條一條 它不是做一條一條 有人 有一天有人去發明 做回轉壽司嗎 回轉壽司呢 它現在壽司做好了 它就這樣在那裡洗 在那裡洗 你如果要吃什麼 你就拿一條來吃 它就繼續在那裡洗 有的這個跟什麼 就是還有做那個火車頭 還可以 可以這樣 我在那裡 看到他們做壽司 或者做這個春捲 越南春捲 我是說 這樣跟這個回轉壽司 就有點像 那就是有沒有可能變成 也是一個回轉的春捲 我的朋友說 你說這個這樣有意思 但是 最重要就是說 一個春捲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它經過之後說 從中國的北方春捲 跟到亞門的薄餅 跟到金門的七餅 跟到台灣的潤餅 跟到一定去到 原來的這個春捲 讓它可以發展 我在看 最多也是幾十種的這個春捲出來 就是它一定 不管是從哪裡來 如果是它自己在做 其實它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我這個節目就是要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有很多音色的文化 沒有錯 是由我們台灣受到 福州 江州 全州 中州 庚州 庚州 等等的音色文化影響 但是 我們一定發展出自己的文化 而且我們從這些文化裡面 還發明了很多我們的技能 這就是算台灣文化 所以中國文化 是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這就是我 我為什麼要為這麼多好料的出來 為什麼要說這麼多的故事 我不是要做一個美食家 我是要跟所有的人說 台灣一定有我們自己的美食文化 我們要有主信 而且一後就要好好說 我們自己的故事 我們自己的音色文化的故事 建立自己的主題性 這就是我 漁夫要告的 好 這樣 記得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記得喔 以後再來聽 漁夫說的 這是台灣假食通 我們要了解台灣的文化 做一下收看